歡迎收看中國平浪 這時跟中國研究專家馬Sir馬鐵亭談談 馬Sir你好 馬Sir昨天記得你在節目當中說過 政治局學習會議說軍隊改革 今日見到《人民日報》方面 頭版報道都有標題寫著 暢響新時代的強軍戰歌 又講軍隊 究竟今次的講法是甚麼 下星期二的時候 簡紅軍建軍90週年 大家都對這個話題 就似乎已經耳熟能長 但是看到官方的媒體 就在過去幾天裡面 都很重點報導有關這個活動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並非主要是針對建軍90週年 其實借這個題目 希望在發生了孫政財事件之後 進一步鞏固習近平作為核心領導地位 因為這個地位如果鞏固的話 對接下來十九大人事報局的展開 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特別是大家留意得到 習近平主席自從在六中全會 即是去年大概十月左右的時候 正式確立了成為黨的領導核心之後 相信一連串都圍繞著他作為核心 如何鞏固他的權威地位 如果我們看回 今天《人民日報》作為官方回體 除了在頭版報導有關 唱在新時代的強軍戰歌 即是這一篇文章 其實這篇文章最主要是 將在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怎樣 統籌的軍隊 是一個新的三化的建設 一個是軍隊的革命化 軍隊的現代化和正規化的建設 以及也強調習近平的整套思想理論系列 所以說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 以及當代中國軍事發展的一個新的境界 總而言最主要是想宣傳他 要求全軍堅定不移實現一個強軍的目標 以及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 當中其實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有關人民日報方面也組織了 將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大出席 是軍委主席以來 所講過一些句子的一些證據 將他總括為一個治軍的智慧 大家可以看到 他當成為軍委主席之後 在2012年十八大之後 是第一次他去視察的時候 是在十二月八到十日 去了廣州戰區考察的 當中其中一句話說 要堅決聽黨指揮 是強軍之雲 必須毫不動搖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堅決聽黨的話 跟黨走 這番說話 在現在我們看回頭的時候 歷史意義是非常深刻的 即是預視得到 其實做在十八大之前 他們已經發現了 前朝的兩位軍隊主席都有問題 所以是很強調到 聽黨絕對是領導 還有聽黨的話跟黨走 如果我們再回顧最近 軍隊經過了改革 由七個軍區變成五個戰區等等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他的講話 包括在2016年 即去年4月20日 去到軍會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即是改革了之後 講話裏面都是說 建設絕對忠誠 善謀打仗 指揮高校 敢打必勝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都是很強調到 是一個絕對忠誠的問題 我想相信 在近期裏面 從這番話 同這個情況都反映得到 似乎仍然都是繼續 要組織一隊 是絕對忠誠的一個軍隊 以及要進一步確立它 在黨裏面的核心地位 絕對忠誠當然很重要 絕對真實也很重要 看到內地方面的食品藥物監察總局 說會建立一個謠言案例庫 到底為何要有這個做法 以及他們的理念是甚麼 沒錯 因為現在要找絕對真實 都比較困難 很多情況之下出現絕對恐懼的情況 大家都對現在的食品 安全問題都有所質疑 為何在這個時候 要做一個謠言案例庫呢 最主要是十個部位 聯合要求主動公開證務訊息 及時組織闢謠 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做呢 正正和十九大快槍舉行有關 現在他們擔心在媒體上面 或者是用內地的recheck等等 有關謠言很容易 即時傳播到很多人的手上 所以要實現一個預防性的闢謠 弄了一個謠言案例庫 希望能夠快速應對 有關食品藥品上面的謠言 但是呢 將這個問題擴散的時候 換言之呢 如果有這樣的機制之下的時候 一旦出現了政治上 或者各方面的謠言的時候 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 快速應對的